比較重要的 介紹了Erosion 對不對 請來介紹了Technonics 構造的硬幣 那Residure的硬幣通常是比較Local 構造硬幣其實是最重要的 特別是對台灣的硬幣 對台灣來講 構造硬幣是最重要的 Erosion 它影響到比較淺 大概影響硬幣有這些硬幣 那各位也從禮拜三的課程大概能夠了解 限定硬幣所扮演的角色 甚至是限定硬幣的方向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是不是這樣 各位能不能想像今天如果你要是有一個隧道在走 有一個隧道 這個隧道是哪個方向最有利 不管其他任何因素 只管硬幣 隧道的軸怎麼走比較有利 平行阻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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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有三個阻印力 最大阻印力 平行最大阻印力 對 為什麼 容易受到疾壓 因為你切一個切面 在那個切面 你分析切面上面 你就只會出現中間阻印力跟最小阻印力 最有效 最有利的Orientation 是你的隧道的軸平行最大阻印力 這只從阻印力的角度來看 當然你要選擇隧道的那個方向 受到很多因素的控制 可以從這些特徵去判斷阻印力的方向 我希望各位可以舉手 回答我問題 好 我會加分 第一個case 如果你有一個南北走向的正斷層 而它現在的印力 跟它這個正斷層當初形成的時候的印力是一致的 有的時候印力是當初這個正斷層形成 那個時候有它的那個印力 然後後來那個可能是這個500萬年以前形成的這個正斷層 後來地體構造發生了改變 它的印力條件改變了 那當然你用當時形成的那個斷層要來推估現在的印力 你可能就會錯誤 對不對 這個在構造地質學家他們很重視這個事情 但是我們沒有那個訓練 通常這個工程師沒有那個訓練 但是構造地質學家有經過這樣的訓練 如果我現在假設 這個正斷層形成的時候 跟現在的印力 它的印力條件是一樣的 那麼能不能有人告訴我它的印力的方向 主印力的方向 東西像怎麼樣 中西像是最小主印力 中西像是最小主印力 所以中間主印力是在南北像 對不對 互相垂直 第二個 reverse fall 逆斷層 最大在中西 垂直 沒錯 第三題 第三題是 這兩個地塊 這兩個地塊 這兩個地層 它的相對位移的方向 你說老師我怎麼會知道相對位移方向 假設 它當然有很多的 有很多的那個 這個地層 這個地層跟這個地層是同樣的地層 當然你下一個問題就要問我說 老師我怎麼知道它是同樣的地層 當然功能地質師它有經過training 它必須要知道哪個地層跟哪個地層是同樣的地層 所以這個地層跟這個地層如果是同樣地層的話 你想想看 A跟B 哪一個 哪一個 如果你站在這裡 人在這裡 A跟B 哪一個是向你過來的 相對運動 相對運動 B是向你移動過來的對不對 所以移動的方向 你就可以標示 是這樣 對不對 相對移動的方向是這個方向 那左移右移 你就站在那個線上這樣看 左邊往你過來就是左移 右邊往你過來就是右移 所以這個是左移啊右移 這是左移 然後你說老師 不是 那我到另外一邊看不就不一樣了嗎 有沒有人會有這個疑問 你到這裡看 你到這裡看 還是左移啊 對不對 你從哪邊看都看到都是左移啦 所以這樣知道左移右移怎麼判斷了嗎 左移右移 會有差別 什麼差別 影響 左右移當你在判斷應力的時候有影響 對啊 在判斷應力方向的時候是有影響的 最難的 這兩個都簡單 這個不是最難啦 有一點難啦 有一點難度 你要講最大阻音力 中間阻音力最小阻音力 你要講最大阻音力 中間阻音力最小阻音力 來上來畫一下 這樣 沒錯 通常 不會這樣畫 因為硬力嘛 所以通常不會這樣畫 不只啦不只啦 三個硬力方向 中間阻音力帶垂直方向 對 隨直把你放在這 對 這樣 隨直把你放在這 你就講隨直把你放在這 對 正斷層 請體會一下 它要這樣破壞 最大阻音力是不是一定在這個方向 它才會這樣破壞 對不對 如果你要是切一個這樣子的剖面 你要是切一個這樣子的剖面 你的平面圖基本上就是這樣 對不對 正斷層是什麼形成的 怎麼判斷 Sigma2跟Sigma3 Sigma2跟Sigma3就看你這個平面是往哪邊移 移的那邊一定是最小的 它才會往那裡移 以這個Case Sigma3 是在東西向 如果 Sigma3要是在南北向 這個正斷層 就會是一個東西向的斷層 它要破壞一定從主力最小的方向破嘛 它要滑壞一定往主力最小的方向滑嘛 可不可以理解它為什麼不往Sigma2那邊滑下去 Sigma2比Sigma3大啊 人都一樣對不對 我們講說人會什麼 試著挑軟的吃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同學也會試著挑軟的吃對不對 有同學要是這個個性很好 大家都會欺負他 叫他做這個叫他做那個 是不是這樣 你在指誰 沒有啊 通常 材料也是 它會往它最容易破壞的方向破壞對不對 所以各位可以理解為什麼 你可以由這裡去判斷主因應方向了吧 這個也可以理解了 這兩個是一模一樣的 走向滑移段層 通常是在 通常是垂直的 走向滑移段層通常是垂直的 所以它那個CASE有一點點像是這個樣子 所以它那個CASE有一點點像是這個樣子 就是說它這兩個它出現的機率一樣大 但是常常你只會看到一個 原因是因為 這兩個破壞它的機會是一樣大的 但是它破壞總是 比較弱的那個會先破壞對不對 破壞了以後它的應力條件就改變了 另外一個不見得會出現 所以你常常看到一個 走向滑移段層也是 但是如果你看到這個是這樣 常常代表共惡 另外一個破壞面是這個樣子的 可不可以理解 可不可以理解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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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最大阻印力的方向 會是 欸不對 這樣看喔 你的共惡破壞面 你的共惡破壞面 常常是這樣層組出現的 所以你從 下面往下看 它基本上就是這樣嘛對不對 那最大阻印力就會怎麼樣 在銳角的那個中間 銳角的平分線 就是最大阻印力 頓角的平分線 是中間主 是最小阻印力 你從上面看下去 基本上它就是這樣 對不對 你俯視圖看下去它是不是這樣 怎麼樣 這是紅色的 這是藍色的 對不對 蛤 沒關係啦 北我就標這樣吧 北這樣子 可不可以 紅色的是紫的沒錯 從上面看下來 只是看洞興南北而已 好 我們把 從上面看下來 把北朝上好了 我為了要 模擬硬力的 一般硬力的 實驗的條件 我才那樣子畫 正向硬力在哪裡 對不對 好 所以以後工程地質師告訴你說 阿這個地方的印力是怎麼樣 你就會說 喔我知道 我知道為什麼你這樣說 雖然可能有一些經過完整訓練的人 他在現場 看很多的那個路頭 他可以非常快的就做判斷 你沒有辦法立刻判斷出來 但是 摩爾雖然你會知道他判斷的原則是什麼 對 對不對 齊平答對一半 所以我幫你加一半的分數 第四個 是一個石英脈 石英脈怎麼形成的各位知道不知道 好 岩石有一些裂隙 然後 地底下的這個岩漿 有一些會沿著一些裂隙 移動 冷凝了以後他就會變成一個脈狀的 也不一定是石英脈 他這個可能是 是石英 有的時候是方解石 他可能是因為地下水的關係 帶來這裡 然後慢慢 地下水裡頭含比較多的碳酸鈣 然後他在這裡慢慢沉澱下來以後 他就形成了方解石的脈 你會發現就是在岩石的中間有一個裂縫 那個裂縫裡頭都是白白的東西 然後滴那個 那個岩酸下去 他就會冒煙 代表說裡頭有很多的碳酸鈣 但如果他裡頭白白的那個東西是石英 你倒岩酸下去他不會理你 他不會有任何反應 這是一個判斷說那個脈 是石英還是方解石的一個方法 這是其中一個方法 另外一個比較快的方法 是用你的地質槌去刮刮看 方解石它的硬度比較低 所以刮你很容易會出現痕跡 石英的硬度比較高 你刮不會很容易的刮出痕跡來 這都是讓你去判斷說那個 岩脈是什麼樣子的這個材料為主的 那如果要是有一個石英脈 那樣一個裂縫 你能不能判斷主因力的方向 先用最條主因力的方向來拆 這裡有一個裂縫 你到一個區域你發現 都是這個方向上面的裂縫 有很明顯的什麼 有很明顯的dike 有很明顯的mine 那你會拆這個地方 它的硬力的方向 大家看 最條主因力的方向 要垂直這個dike 垂直這個dike的面 有多道理 有道理嗎 你不用太多的力學背景對不對 你去想像合不合理 合理嗎 它要灌入它絕對是 你看一看喔 假設我這裡有 有三個裂縫 我這裡有三個裂縫 那你不管它是岩漿 還是說是 這個地下水 帶那個碳酸鈣的沉澱 基本上都是流體的流動對不對 你發現它的所有的 比較有dike的 都是在這個orientation上面的那個裂縫 才看到 你一定知道 這幾個方向是最容易 是流體最容易流動的 是不是 流體一定會找它最容易流動的方向 流動的啦 什麼樣的情形造成你會有一個特別的orientation 特別容易流動 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 就是韻力的方向 對不對 你今天如果你的主韻力 最小的主韻力是這個方向 這個方向就最容易流動 如果它是垂直的 這個dike如果是垂直的 你甚至還可以infer 最大主韻力很可能是在這個方向 這個裂縫最容易打開 它中間主韻力就在垂直方向 它中間主韻力就在垂直方向 對不對 這個叫做折奏軸 這個叫折奏軸 你用折奏軸 相對於折奏軸 來猜測它的最大主韻力 垂直 垂直什麼 垂直折奏軸 有道理 對不對 你第一層最大主韻力是在這個方向 它就很容易會產生這樣的折奏 這些都是在估計 主韻力方向的方法 這個對大家來講 可能沒有那麼容易了解 但是這個也是在估計主韻力的 非常重要的方法之一 特別是在地球科學的領域 它叫做 這個地震的斷層面的解 這個這個 這個什麼 地震的斷層面解 那簡稱叫海灘球 它看起來很像海灘球 對不對 很多地球科學家 特別是地震學家 會利用斷層 會利用地震的時候 在各個側站 看到的地震的訊號 去畫這個海灘球 然後根據這個海灘球 地震學家就會發布 發布說 這個斷層 是正斷層活動造成的地震 還是 逆斷層活動造成的地震 還是 走向華移斷層造成的地震 還是 逆斷層間距走向華移的 斷層 錯動的地震 基本上它的概念是這個樣子 我花點時間跟大家說明 如果這個是地震的震源 震源 一產生 地震一發生 波耀往四面八方傳遞 波耀往四面八方傳遞 如果這一個 現在你先不管它方向 如果這個相對的移動 是這樣子移動的 你可以想像 在這塊區域 在這塊區域 你的材料 基本上相對的是壓縮的state 你們以前有學過海灘球嗎對不對 所以你會不會解釋 這邊 是extension 這邊 extension 這邊 compression compression compression跟extension 會從你那個地震波的那個P波 粗達波P波 是向上還是向下 分別出來 我畫的不好 我畫的不好 所以可能地震學家會畫的比較好 第一個P波進來的時候是往上還是往下 可以讓你去identify它是正的還是負的 它是正的還是負的 你要曉得 那個一個斷層的活動 任何一個斷層的活動 假設 這是一個面嘛 假設這是一個面 這個面 這個面有可能是這個樣子的 這個面也有可能是一個 走向滑移斷層的 這個面也有可能是一個走向滑移斷層的 也有可能是這樣一個面 對不對 對不對 啊你是不是可以標示正圓的位置 假設這是正圓的位置 你的地震站是不是都在地表 對不對 你地震站都在地表 所以 如果要是把它這個投影到這個水平面上面 你的地震站 有可能是在 相對 你地震站是不是分布在各地對不對 台灣其實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地方 因為台灣的地震站密度非常非常的高 你每一個地方你會看到什麼 你這裡你就會看到它往下掉 往下掉 往下掉 往上掉 往上掉 往上跳 往上跳 往下跳 往下跳 往上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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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會收集譬如說 30個地震站的資料 然後去看它是往上還是往下 然後把它畫在立體投影圖上面 每個點 是一個向量 立體投影圖各位記得 一個向量 投影到立體投影圖上面就會變一個點 對不對 那那個向量是什麼向量呢 那個向量是地震站跟震源的連線的向量 震源可以定位嗎 各位知道地震定位怎麼定位 理論上 你有三個地震站 你收到三個出達波的時間 就可以讓你去定位了 如果波數都一樣 波數是一個constant 那麼你用三個地震站你就可以定位了 理論上你有好多個地震站 你就可以把定位定得非常好 對不對 那你定出地震的震源的位置了以後 每個地震站的坐標你都有 你不能解除它的向量嗎 當然可以嘛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把地震站相對震源的位置 它的向量把它點在立體投影圖上 然後呢 往下掉的 往下掉的 它怎麼分 這裡看不到 Anyway 比如說往下掉的打十字 往上跑的打圈圈 所以你在這個海灘球上面 你就有一系列的十字跟圈圈 懂嗎 然後呢 你去找兩個面 這兩個面 可以把 你去旋轉你的這個立體投影網 然後去找兩個大圓 這兩個大圓 可以把那個十字跟圈圈 完全區分開來的 那兩個大圓 一個就是斷層面 另外一個是斷層輔助面 其實有一點點像是共惡的兩個面 這樣子你就把海灘球畫完了 那海灘球畫完了以後 你就可以根據海灘球畫出來的這兩個面 這兩個面其實上就是斷層面嘛對不對 對不對 由這兩個面 以及在這兩個面裡面跟外面 它是屬於壓縮波還是收縮 它是屬於壓縮還是伸張波 你就可以去判斷它是哪一種類型的斷層 它有可能是逆斷層 有可能是正斷層 有可能是走向滑移斷層 然後你根據你的斷層的種類 你就可以去找到 還有你的那個斷層面的orientation 你就可以去找到你的最大阻音力 中間阻音力跟最小阻音力 剛才講的 你怎麼樣用斷層的orientation去決定你的阻音力方向 是不是就透過這些 這個對於工程師來講 其實有一定程度的重要性 為什麼它有一定程度的重要性呢 因為台灣什麼都 就是說就算有缺什麼 有一個東西一定是不缺的 那個就叫做地震 台灣地震絕對不缺 地震資料多的跟什麼一樣 對不對 理論上你收集很多的地震資料 你就可以去做什麼 你就可以去做這個海灘球的分析 你聽起來聽我剛剛那樣講 好像你們在做每一個應該都要會對不對 不過事實上這些東西在做 地震學家其實已經有一些軟體可以做了 所以他用每個站的坐標 所以基本上它那個是地震來了以後 東西就出來了 所以做地震學 地震學家 他有這個 這個好處 就是基本上很多的分析都非常的快 你會發現就是很多的地震完了以後 很多的資料就開始公佈 對不對 然後很快的就告訴你很多很多的訊息 比如說前一陣子假仙地震 地震完了以後 地震學家很快又開研討會 然後開始就是 就是針對這個地震很多的特性進行去分析跟探討 不過因為他們那個資料產生很快 所以他們競爭非常激烈 因為你只要稍微比人家慢一天你就沒了 懂嗎 因為大家動作都很快的時候 你競爭你那個壓力就很大 所以每個人都 一個地震發生了以後大家都在比速度 看誰比較快 事實上 你可以從文獻裡頭找到很多這種資料 那你工程師你懂不懂去運用這些資料 所以你有一個site 我覺得你不會從零開始 你可以找很多這樣的一個資料 讓你可以先對於你關心的這個site 比如說你要做隧道 你要蓋水庫 whatever 你可以很快的去估計這個區域的主因力方向 不過以台灣而言 以台灣而言 大致上 在台灣的這個 這個 中部 在台灣中部的這塊區域 也就是在這個 這個板狀碰撞 板狀擠壓的這塊區域 你用猜的 你猜最大水平硬力 是東北西南方向 最大主因力在東北西南方向 最小主因力在垂直方向 水平硬力當然就跟其他兩個方向垂直 中間主因力就跟其他兩個方向互相垂直 它就變成是 一個是東南西北的方向 台灣是這樣 我們很快的畫一下的話 我每次畫的台灣都畫的很不像 Anyway 趙高雄照起來 你要猜測最大主因力跟最小主因力長這個樣子 大概你錯的機會就不大 大概在中部的地區 但是在北部南部就很複雜了 那個硬力的條件就有點複雜了 但是中部基本上是這樣 為什麼呢 因為基本上 菲律賓海板塊是這個方向 朝歐洋大陸板塊移動的嘛 所以構造因力上面最大主因力 各位知道這個十字架是什麼意思喔 我之前應該有講過 它其實它是這個意思 其實是這個意思 這個是主因力的方向 長度代表了它的大小 OK 好 最後一個 石油工程 常常會用這個方法來判斷主因力方向 非常非常經常 好 我們會 為了很多的目的我們會打孔對不對 有工程目的你會有工程的鑽井 石油工程也會為了探勘也會打很多的井 那有很多都是深井 它們有的時候 不見得每個地方都會取岩心 它直接岩心就打掉 所以基本上就鑽一個洞 它只有它對它有興趣的地方 它才會取岩心 什麼叫做它有興趣的地方 它知道說那個可能 跟石油的生產有關係的時候 它才會去取岩 所以可能它打三千公尺 它完全不取岩 就通通打掉 那個對它來講是不重要的東西 對不對 它可能就是某一段取岩 上面不取岩 但是它整個孔 它會用照相機 我們講說孔內的攝影的儀器 下去去照相 去看那個孔壁的形狀 它看孔壁的形狀 其中有一個目的是判斷硬力 如果我要是一個孔下去 我都發現 假設這個是北 這個是東 我都看到孔 這裡 這裡 有很明顯的 這個 研盤被擠碎的情形 這裡被擠碎 這裡被擠碎 你用想像的你可以想像的出來 你如果要是一個寶特瓶 你這樣子壓 你一個寶特瓶這樣子壓 它是會變這個形狀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會承受張力 這個地方會承受很大的壓力 對不對 如果你的最大阻印力是這個方向的話 因為它這個地方承受很大的壓力 因為它這個地方承受很大的壓力 所以常常這個地方會破裂 這個叫做Ball hole break out Ball hole 磚孔嘛 Break out 就是破掉 Ball hole break out 所以它可以根據這個破裂 去決定你的阻印力方向 所以最大阻印力 是跟這個Ball hole break out 這個方向互相垂直的方向 這個這些都是什麼 非常簡單 快速 可以評估阻印力方向的方法 這個特別在使用功能用很多 後面我們會提到 一個叫做水利破裂法 水利破裂法 水利破裂法是加壓下去 把岩石撐破 那個撐破常常是張力破壞 如果這裡加壓 它的張力破壞要發生在這裡 那跟現在這裡講的Ball break out 是兩回事 各位這兩個東西不要弄混了 有沒有聽懂我的意思 這個是裡頭它只有水 它的水是淨水壓 通常淨水壓通常會比岩壓要來的小 會比岩壓來的小 然後通常這裡頭不只是水 有的時候會放泥漿 因為它要壓制水壓 有的時候會放泥漿 所以泥漿的密度可能比水稍微再高一點 但是Anyway你不會放到這個壓力超過岩石的硬力 你不會做這種事 你不希望你的孔破掉對不對 所以你會加一個固定的比例的一個這個 這個穩定力在這裡面 所以這裡可能不會產生真正的張力破壞 但是這裡因為沉舟壓力 所以這裡砰的會比較厲害 藉由這個來判斷 但是我剛才講的後面我們會教水力破裂法 它是把這個地方上面用砰殼把它砰個住 下面也砰殼把它砰個住 然後在某一段加水壓 一直加一直加一直加 加到把岩石撐破 如果以這個case 你一直加壓一直加壓一直加壓會發生什麼事 你一直加壓一直加壓會產生 這方向的張力破壞 可以不會想像 你這裡本來就是承受比較大的張力 然後你的頭又加壓 又加壓這個地方很容易就會產生張力裂縫 那這個叫做水力破裂法 水力破裂法不但可以知道主因力的方向 還可以知道主因力的值 那就已經真正的在量測硬力了 好我們後面會介紹 那我希望你不要把這個bohle break out 跟後面的水力破裂法兩個弄混了 這是第一件事情我要講的 第二件事情我要講的 不管是bohle break out 或者後面的水力破裂法 我們都必須要跟各位介紹到一個 很重要的解析解 那個解析解叫做 cursor solution 就是下一張投影片 各位會發現我今天上課只用兩張投影片 這個叫做cursor solution 這個叫做cursor solution 如果 剛才這樣子的一個 我說一個寶特瓶你去壓的那樣的一個概念 你有這個概念 但是你想要知道 詳細的 定量的 硬力的變化 那你就必須透過cursor solution cursor solution是這樣的 這個解析解是一個彈性的解析解 就材料是均質均相彈性材料 它的這個描述是 在一個無限遠二維的平面 無限遠的二維平面 知道什麼叫無限遠的二維平面 就是往上往下無限遠 往左往右無限遠 然後 這個中間挖了一個小洞 中間挖了一個小洞 這兩個無限遠 它的邊界條件 是 在垂直方向 有一個硬力 無限遠的地方 它的硬力叫做sigmaV 無限遠的地方 它的邊界的硬力叫做sigmaH 然後你可以去計算 在這個洞 小洞 周圍 它的硬力場 這就是cursor solution 它的硬力場 因為是二維的嘛 所以只有三個獨立分量對不對 三個獨立分量 如果你是直角坐標系統 就是sigma11 sigma22 tau12 是不是 但是因為它是圓形的 所以通常會選擇 這個叫做什麼 極坐標系統 它是圓形的 所以選擇極坐標系統 極坐標系統 就不是sigma11 sigma22 以及tau12 極坐標系統 會是一個鏡像 一個切像 是不是 所以鏡像的叫做sigmaR 切像的叫sigmaθ 簡易力就叫做tau的rθ 它的意義跟sigma11 sigma22 tau12 是一樣的 只不過它不是直角坐標系統 直角坐標系統 直角坐標系統是E2嘛 直坐標系統就是rθ 它的解 在這裡 sigmaR後面一堆 看起來很噁心 sigmaθ後面一堆 看起來很噁心 tau sigmaR後面一堆 看起來很噁心 不過 你大概知道它是什麼的函數 它是你的邊界的硬力的函數 sigmaV sigmaH的函數 它是你關心的點 距離這個圓洞的中心 距離有多遠 那個叫做r 對不對 還有這個圓洞的size 叫做a 圓洞的半徑 意思就是說 你可能會想要知道這個地方 它的音力等於多少 這個地方的音力等於多少 這個地方的音力等於多少 這些不同的地方距離這個圓的圓心 叫做r 這個圓洞 它的這個半徑叫做a 所以說它是r跟a的函數 最後還有一個 它會是θ的函數 θ的定義在這個圖上面 θ的定義是這個為0 逆時針θ增加 如果今天你的sigmaV跟sigmaH一樣 如果你的k等於1 那麼你θ轉任何角度 它的值都一樣 可不可以理解 如果你的硬力是均向硬力 你挖一個圓形的洞 當然各個方向它的硬力一定都要一樣的 對稱嘛 所以它的硬力完全一定都要一樣 但是當你的垂直硬力跟水平硬力值不一樣的時候 它的不同的位置上面 它的硬力就會不一樣 這是我的碩士論文 我碩士論文做這個 用cursor solution 然後它這個是彈性材料 我碩士論文的時候是incorporate viscosity 就是黏制性 然後自己去推一個解析解 就是把 那它的這個硬力就會變成是時間的函數 還有它的變形也會變時間的函數 所以它就會變成說你可以去 去這個評估或去預測隧道開挖 各位覺不覺這很像隧道對不對 隧道一個洞嘛 這個在機械裡頭 其實機械常常會有開孔 這個在機械裡頭也是typical的問題 這個cursor solution 為什麼呢 因為你機械構件裡頭你只要開了孔 它就會產生硬力集中 產生硬力集中 你的構件就很容易破壞 那其實這個就在算硬力集中了 等一下我會讓你知道說 為什麼講硬力集中 因為它的硬力場會改變 會跟原來的sigmaV sigmaH sigmaV sigmaH 如果它是沒有挖一個洞 沒有挖一個洞 那在這個無線空間的任何一個地方 它的sigmaV跟sigmaH是不是都一樣 而且不管在哪裡都是 主硬力都是在水質方向跟水平方向 對不對 可是當你挖了一個洞 整個硬力場 在洞的周圍產生劇烈的改變 硬力在這個地方要重新分佈 了不了解 那我跟大家講說 我數字論文不是做這個題目嗎 然後就是一天到晚就是看著這個圖啊 就是你要想嘛推解析解啊 常常自己做筆記啊都會看到這個圖 我說齁 你做數字論文做到什麼時候就表示說你可以畢業了 我給大家一個指標 那個指標是 我每天晚上齁 要睡覺的時候眼睛閉起來就看到一個洞 當你有這種功力的時候就表示你要畢業了 因為你天天看那個東西嘛 所以當你眼睛閉起來的時候你就會看到一個圓圓的洞 然後那個洞是亮的 充滿了希望指引你向天堂 這不是跟你們開玩笑 事實上真的是這樣 因為你日也失夜也失 就是你在思考問題嘛 你一直在想這個問題 想到了一定程度了以後 你就眼睛閉起來你還在想 OK 如果你有硬力 你有這個板子 假設它這個板子 這個基本上看你是plane stress 還是plane strain的condition Anyway 如果它是plane strain的condition 就是平面應變的情況 平面應變的情況的意思是 在水平方向上面應變等於0 對不對 那就叫平面應變 平面應變的情況之下 在這個圓孔的周圍任何一個點 它的鏡向位移跟切向位移 會是硬力跟彈性常數的函數 因為應變會是硬力跟彈性常數的函數嘛 對不對 位移是硬變的積分 所以它是一個解析解 所以它可以解出 在這個圓孔的任何一個位置 它的位移 它的鏡向跟切向位移 那目前我們這裡沒有用到後面這兩個式子 但是我們在後面在講所謂的 限定應力量測的時候 會用到這兩個式子 那用到這兩個式子的時候 你就知道它為什麼會得到這個式子的邏輯 我剛剛講過了 你由彈性解可以得到應力常 然後你知道材料的彈性常數的話 你就可以算硬變 硬變的積分就得到位移 所以你可以得到在無限空間裡頭的一個圓孔它的位移 那這個除了應力量測以外 我可以跟各位講 我可以跟各位講 你如果學 或者你上 研盤 那個隧道工程 讀木器現在有沒有開隧道工程 沒有人開隧道工程 我們之前印第所有一位張基佐張老師 以前中興社的協理 他有開地下工程 他就會講到隧道工程 來做個廣告 我們可能會找張文成 張處長來兼課 他一直講跟這個地下工程有關的 所以土木系的同學也可以來修 你們有聽過他的演講嗎對不對 上學期 上學期啊 我都有去聽了 應該有啊 沒有嗎 還是你們只有 大學部都去了不是嗎 捷運工程處的處長啊 沒有啊 沒有啊 大家會來印第所開課 接著老師 那你們土木系的同學 其實也可以來修 修我們這邊的課 那個很practical anyway 我要講的就是說 隧道工程 隧道工程 基本上cursor solution 就是一個非常基礎 非常基本 你一定要知道的一個解析解 因為你可以去預測印第場的分布 還可以你可以去預測位移 印第場的分布非常重要 我給大家一些概念 誒我昨天上傳一個新的 誒為什麼沒有換過來 好沒有關係 我把這個問題 把它reduce到一個比較簡單的case 假設我今天有一個case是這樣 我畫這個東西很熟練啊 因為我做手術論文的時候 這個東西不要畫幾遍 我這個還是用手畫的呢 我論文以後 你們現在都用什麼軟體啊什麼的 我們都是要用手畫 假設 我的sigma h等於sigma v等於p 就isotropic stress 均向印第的情況之下 我把這兩個 我把這三個方程式 重新寫一下 sigma sigma 是0 對不對 這一個很簡單的case 這沒問題嘛 當r等於a的時候 是什麼意思 當r等於a的時候 就是在隧道b面 對不對 r等於a就是指在這個位置 在這個位置的任意的θ 它的值都一樣 因為它是均向印第 可是如果它不是均向印第的時候 在不同方向上面 它的sigma r sigmaθ就不一樣 對不對 在這個隧道b面的sigma r等於多少 我把這個把它放大 是不是這樣 這樣齁 這個是r的方向 這個是r的方向 這個是θ的方向 這個是r的方向 sigma r在這個隧道b面的多少 因為r等於a 所以 at r等於a的地方 sigma r等於0 sigma θ sigma θ 等於 等於2 1 sigma n等於0 可不可以理解 我隧道挖一個洞裡頭 沒有壓力了嘛 對不對 所以垂直這個隧道b面的這個 這個b面 一定要等於0啊 它接觸到空氣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方向上面的硬力一定要等於0 這個方向上面的硬力要等於0 你說R是這個地方方向的硬力不等於0 比如它有一個厚度 這個很小的嘛 我們現在是在講無限小 就在這個R最高B邊的這個地方 所以這裡它的硬力等於0 這個方向的硬力會變成怎麼樣 會變成限定硬力的兩倍 會變成限定硬力的兩倍 所以各位可以理解 什麼叫硬力集中嗎 第一個你曉得它硬力重新奮復 因為你彎了一個孔 你挖了一個孔以後它裡頭硬力場 完全因為你挖了這個洞 硬力場完全改變了 它改變造成了什麼呢 它改變會造成一些硬力集中的現象 這個方向變0 這個方向變兩倍 那我們看一下它的硬力路徑 你開挖在哪一個隧道 假設這是破壞報復線 原來人家隧道在地底下好好的對不對 K等於0嗎 K等於0在哪裡 K等於0是不是在這裡 小小的摩耳園對不對 你開挖挖的一個洞了以後 如果它是居相硬力 它的摩耳園長什麼樣 我不要這樣畫好了 這個是比較reelistic的破壞報復線對不對 你這樣看開挖以後會造成什麼事 隧道開挖了以後 它會怎麼樣 Sigma 1 會增加 Sigma 3 會減少 Sigma 3 會變到這裡 等於0 Sigma 1 會變到P的兩倍 Sigma 1 會變到這裡 對不對 所以 開挖一個隧道以後 我跟我原變這樣 有沒有看到 這是材料的破壞報復線對不對 所以你發現你在越深的地方 材料如果強度不變 你在越深的地方 這個摩耳圓就會越大 對不對 你深到一定程度 這個摩耳圓就一定要碰到破壞報復線 隧道的周圍 研盤就會產生破壞 那邊就叫做隧道的塑性區 到底是塑還是塑 我每次講塑膠塑膠就被我們有人糾正 塑膠塑膠我們都說塑 塑膠 台塑 不是台塑 為什麼機車要念台塑膠 塑膠 我從這個簡單的例子各位在這邊理解 可以理解了齁 最簡單的 你可以想像 想像什麼? 假設你一個岩石 各位想想看 你這個其實是什麼? 破壞時候的這個叫什麼? 這個星光1 破壞的時候 在微壓等於0的時候 其實是什麼? QU對不對? 打壓強度嘛 在這裡 你看喔 這個等於0嘛 剛才講的 Sigma C 打壓等於2V對不對? 什麼時候會破壞? 當Sigma C 打壓等於QU的時候 要破壞 是不是? 等於在壓強度的時候要破壞嘛 所以它的意思是什麼? 它的意思是 P等於2V的時候 你隧道一挖 它的周圍就會產生破壞 就會產生破壞 那通常隧道開外會有一個所謂的塑性區 這一個一個都是供樂破壞邊 如果你是在極度標系統的樣子 這個周圍會有一個塑性破壞區 這個塑性破壞區 都是主要都是因為 你在地底下發了一個洞 那個洞造成硬體的重新分布 而這個硬體重新分布 會使得你的材料 接近破壞包落線 碰到破壞包落線 你就會產生破壞 或者碰到了 虛幅 U-Service 虛幅包落線 它就會產生塑性硬變 對不對? 所以你就會有一個所謂的 產生塑性硬變的區域 那這個區域你能夠估計 你常常就比較能夠估計 就是你要打所謂的 黏釘 你的深度要多深 你這個長度要多少 這個塑性區 常常會跟你那個 黏釘的這個打射的這個長度 會有異切的關係 好 哪邊 現在是說它那個2P 2P 2P 它長到說它跟它的結局一樣大 是有多分多量 其實是這樣 就是 這一個 當你的這個 當 我怎麼講 我不要用 我不要用SigmaNP來講 我換一個space Sigma3跟Sigma1 好 你原來在哪裡呢 原來在Sigma1等於Sigma3的位置 1比1 1比1 2比1 原來在這裡 P P 對不對 因為你開挖 你會使得Sigma3 往0的方向跑 對不對 所以 你這個方向 跟你的那個硬力有關 你的硬力路徑會往哪方向跑 不知道 如果你要是你的硬力是跑到這裡 你不會破壞 沒有達到破壞 當你Sigma3等於0的時候 你的Sigma1還沒有達到Qu 它就沒有破壞 但是如果你的P比較大的地方 你的P是在比較大的地方 它跑過來它可能會跑到這裡 當你Sigma3等於0的時候 你的Sigma1比Qu還大 這時候你的硬力就會破壞 所以這個意思是往這方向 往哪個方向跑 這個方向 它比較會變2P 2P 這個變成1 對齁 你想想想看 你這樣子 對 我想想看 一個變成0 一個變成2P 那這個形形就是會破壞對不對 如果你的材料就是這個樣子的話 因為2P跑到這裡來了 比什麼 比你的Qu要大 但是如果你在淺一點的地方 你在淺一點的地方 你在淺一點的地方 P是不是比較小 你在淺一點的地方 你的2P可能會跑到這裡 你剛剛講的對 你這個硬力度不應該是往的吧 它的硬力度其實是這樣 對不對 1比1的斜率跑到這裡 如果它跑到這裡它還沒有比Qu大 還沒有比Qu大 那麼這個材料就沒有破壞 什麼時候會破壞呢 當它剛好碰到它的時候會破壞 好 這樣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你開口造成硬力其中 造成硬力其中就會造成什麼 就會造成你的這個周圍 這個延遲的這個破壞 這跟這道工程有關 這個跟限定硬力有什麼關係呢 這跟限定硬力量測 後面我們看到的有密切的關係 有密切的關係 有密切的關係 各位注意一件事情 我們講限定硬力量測 我要量什麼 我要量SigmaV跟SigmaH喔 對不對 很多的限定硬力量測 是在孔裡頭量的 哪來的孔 人要挖一個孔 有的時候是你鑽一個 在地上鑽一個孔 然後量測 那你就曉得 你需要考慮這個硬力腦洞 你除了量到這裡的硬力以外 你還要去推論SigmaV等於多少 SigmaI等於多少 這是一個case 另外一個case 有的時候我們要到地底下去量測硬力 對不對 你怎麼到地底下去 把你縮小然後 在一個洞然後把你灌進去 不可能嗎 你要到地底下1000公尺的地方 做岩石硬力量測 請問你有什麼可能性 唯一的可能性 就是當你在做這個工程 地下工程的時候 你有塑井或者有碳塩的導塵 塑井常常是為了要增加工作面 比如說我在這個山裡頭要打一個隧道 我到山最高的地方 先鑽一個直直的洞下去 鑽到我要打隧道的地方 我在那裡可以做什麼 我可以往兩邊挖 你本來挖是從山的兩邊往裡面挖 你有幾個工作面 你只有兩個工作面 我一個塑井下去 往兩邊挖 兩邊從外面往山裡面挖 你這樣有四個工作面 速度會增加兩倍 對不對 這樣多了一個破壞 多了一個什麼破壞 多了一個什麼破壞 相對於山那個洞是很小的 是很小的 而且那個塑井常常它有一些作用 比如說它要把挖起來的東西 沿著塑井把它送出去 這是一個 另外是這些塑井有很多 到時候你隧道做完了以後 那個塑井會留在那邊做通風 像比如說雪山水道就有好多個通風塑井 頭光非常重要 要不然發生爆炸或者有什麼破壞 會造成非常嚴重的厚度 所以都會有這些塑井 另外還有很多探查島坑 就我可以挖一個橫子 先挖淺淺的進去 進去做什麼 做地質調 做實驗 類似 不管塑井或探查島坑 你在那裡量 比如說你到這裡 這邊是在這個隧道裡面 你一個探查是不是繼續 這裡有研盤嗎對不對 我就在這裡量硬力 對不對 你量到的是什麼 你量到的是這個隧道開挖以後 硬力擾動以後的硬力 你量硬力你要量什麼 你要量SigmaV跟SigmaH 這時候你需要做什麼事情 你需要做轉換 你量到SigmaR跟SigmaH 但是你要的是SigmaV跟SigmaH 你量到的是SigmaR跟SigmaC 但是其實你要SigmaV跟SigmaH 這時候你就需要借助Cursor Solution 讓你去做硬力的轉換 這樣了不了解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跟你介紹Cursor Solution 它有兩個層面 第一個層面的話 是跟隧道工程的分析設計 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它直接跟後面我們在談硬力兩側 有密切的關係 你都需要用到各設施工具 謝謝 謝謝